猜猜我是谁 大家好这是林姐三刀 今天我总算是可以来滑雪了 很艰难的我才定到了滑雪的位置 这里呢是我们这里比较出名的一个滑雪场 它挺大的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来 离我家只有两个半小时 这个叫Kistow 今天呢还没有什么雪 今年的雪真的是下得特别晚 往年我看了一下 我10月份的时候拍的照片 都已经是有很厚的积雪了 那么我走到这里看到的呢 就说这个滑雪的小镇 还没有雪在地上 也没有它著名的冰雕 然后这个山头还有很多都是裸露的 所以估计呢 今天的这个雪不会是太好 哎呀呀迫不及待呀 这个人是算很少的了 因为现在呢是要先预约 而且我们先有年票的 才可以在12月8号以前来滑雪 就保证有年票的 先有这个滑雪的机会嘛 这个公共的喝水的地方 现在也封住了不能喝 然后刚才厕所里面 这个洗手池也大部分都不让用 大家要保持社交距离 然后必须要都戴口罩 大家好 这是灵姐三双 真的是我 那现在呢 这一个坐 嗯 这个叫Gondola 就是封闭式的这样子的缆车 现在呢就是你是一个团队的 你可以坐一个 那像我这样单个的人呢 就是一个人一个缆车 但是等候的时间 就会相当的长 所以我一会儿呢 我决定要去做这个Lifting 这个Lifting呢 等的人好像要少一些 而且呢 就是我的这个滑雪的板 不需要取下来 我觉得这些措施 其实真的是 好像是心理安慰 有一些作用吧 但是真的不够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爆发的 就不知道是哪个学厂先开始 那在他开始定的时候呢 我就这个当时的第一时间 我就冲进去 然后他有一个等候室 我其实很早就进了等候室 你看现在雪还不是很好 因为还在这个机器造雪 但是我看了一下 他应该还是有18英寸的雪 应该够滑了 然后呢 我冲进那个等候室 结果 你看三万多人 我还没开始定呢 就被踢出来了 等到我第二次 我在排击区的时候 我前面排了八万多人 啊 姐当时就崩溃了 那个刚开始的一周 我就没定到 但是呢 因为我是这个年票持有者嘛 那后来呢 我就先去把后面 他预计我们先定七天的 在这个 就是 忘记 我可以先定七天 我就定了 然后还有新年的四天 我那四天我放假 我要去那个 我们这边 高级滑雪场 滑雪 然后呢 后来我再进去 总算 这个星期 我可以定得到 其实 我滑雪滑的 真的不是很好 我的姿势很别扭 真的我自己知道 但是呢 反正 也没有人跟我拍 你们也看不到 我的水平呢 那就是 滑雪的影呢 还是有一些 真的就是 你会滑了以后 你就老是想过来 开车那么远 来回五个小时 我都要过来 这个滑雪 其实有很多 我的回忆 痛苦的 美好的都有 前年呢 好像是前年 我的这个肩膀 左边的肩膀 然后给摔 摔伤了 一年多了 然后才慢慢好 到现在呢 就是还是有一点痛 不能像这边这样 灵活 然后去年呢 我被一个女的撞了 撞了以后呢 当时是觉得有点痛 但是我滑下去了 没什么问题 后来回到家以后 我才发现 我的左边的膝盖 痛得很严重 这个大概是 过了好几个月 然后才慢慢好 但是呢 人生苦短 赚钱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但是对我来说 并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要活出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只要是好的 健康的 就尽力的去享受吧 很多这个道都没有开 所以今天呢 就只有简单的这个绿道 2020年到2021年 滑雪季第一滑 耶 哎呀 不够热情 再来一次 第一滑 耶 接下来 首先 acre 事 祝愿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